欢迎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请不吝点赞 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在上个星期五下跌了27.85点 收盘指数11006点 跌幅0.25% 成交金额1370亿元 OTC市场到小涨了0.33点 收盘指数是133.58点 涨幅0.25% 成交金额是245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财经专家 黄世聪 黄总监 那么总监台北股市在上个月而言 其实是受到了电子股弱势的影响 所以很明显的看到 因为电子股的弱势就拖累了大盘 始终没有办法维持着一个稳定的上涨 就9月来讲的话是小跌作收 但不能算是跌幅很重 小跌但中间曾经一度 整个9月的走势就是一个V型的走势 要如何的看待 有没有机会在9月12号 创下了9月的低点之后 有机会真的出现一个第4季的大反攻吗 我觉得这个步入了10月之后 也就是进入第4季之后 这个投资人应该可以对于行情 稍微乐观一些些 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说 9月其实是美国历史上最容易出现 那种什么股灾 或是什么一些之类的 这个震荡行情最大一个状况 可是9月也没有发生 太多这个意外的这个事件 当然上礼拜五有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股市的重跌 一度这个美国盘前是不好的 后来美股还是收高 所以就这样来看的话 这个第三季的行情已过 那第四季行情展开 事实上这个就过去的例子来讲的话 我们都曾经 我们都会说一个投资观念 就是你在每年的10月去买股票 一直到隔年的2月把它卖掉 这样的统计数字来说 大概过去有8成你都会赚钱 也就是说事实上 这些月份是历史统计中间最会涨的这个月份 所以我觉得其实接下来的行情 应该会比较有机会摆脱过去那种 因为我们知道上半年的行情是比较好的 下半年之后行情是非常黏人 但是接下一段时间 有机会摆脱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应该可以 好好的开始留意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个以过去的统计数字来讲的话 第四季最会涨的股票 尤其第四季会涨的一个族群 往往也都是明年上半年 表现会比较好的股票 也就是说它有可能 从第四季开始展开的股票攻击 它会有可能会延迟 会延到这个 会持续到明年第一季甚至第二季 所以其实接下来一段时间 是大家好好可以瞄准 做功课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它这个功课不只是第四季的 也是明年上半年的 是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事实上到了这个十月多以后 可能这个厂商公布了这个九月营收之后 其实这个包括说投资机构 或是说外资法人 它其实对今年的业绩 大概已经掌握了差不多了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 其实大家会看的就是明年的展望 或是说可能明年会有什么题材 那明年有题材之后 大家可以留意到 在第三季季报公布之后 到明年初之前 刚好就是一个财报的空窗期 那在这个时候 反而是没有太多的 这个真实的财报的干扰 所以这时候反而会比较有那种 资金行情 或是那种所谓的点火的这种 所谓题材的行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反而是比较会涨的 所以大家其实要好好留意 那你会说 那这个统计数是这样对吗 我们可以大家讲 像今年比较 上半年表现最好的 这个被动元件 其实如果大家可以回去 做做功课来讲 它是去年第四季 整个族群就在涨了 那前年这个所谓的光学类股 去年光学类股表现非常好 然后在前年的这个第四季 它就开始起涨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家现在可以做一个功课 就是第四季中间 哪一个族群表现很好 而且是整个族群在涨的 然后明年又有一些 又有一些这个想象空间的 这个或许是可以贯穿 从今年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的 这个股票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可以好好的 先跟大家这个稍微就是说 提醒一下这个未来的商机 是什么地方 那当然就目前的情形来讲的话 台股在今年下半年的行情 其实都大概是在震荡的一个区间 大概维持在一万一千两百七十点到这个一万零五百点六百点左右这样一个震荡 那震荡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其实慢慢慢慢的这个已经震荡的目前的股价是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但是因为现在的量能不够 就是说你如果你要公过一万一千两百七十点 你必须要又有量能放出来 那因为没有量能放出来 所以你在上去之后就会遭受到卖压 所以现在大家其实也都很精明 那所以现在要等的就是说 你有两个两个状况 一个你回档买 现在回档的话大概回档到这个季线的位置 大概一万零八百八十点左右 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 上去的话你看到 只要开盘的量能又没有出来 或者说开盘的不够高 我觉得就很容易遭受到卖压再往下卖 所以现在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区间在震荡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国际股市来说 现在是比较偏向多头的表现 你可以看到像今天 现在美股的盘前又涨了一百多点 所以今天其实整个盘面的状况是比较好的 那加上说我们前一阵子很担心说 全球股市其实表现没有太好 可是你可以留意到最近的全球股市 包括日本股市又创了这个二十几年来的新高 包括说像这个鹿股 在全世界本来表现很弱势 可是它慢慢慢慢也在底部打出了一个小底出来 包括说前一阵子被之前股市也是非常弱的 俄罗斯股市等等 现在都往上涨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其实第四季的这个气氛又偏向稍微乐观一些些 当然最重要还是要美股 美股还是要能够持续往上攻 这样子全球股市就有机会再往上带 那这是大盘的这个状况 那就个股来讲 我觉得有几个几个状况 我们刚才讲到 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的这个行情里面 你要留意到 什么股票在这个时候 法人一直不断的布局 因为法人在第四季布局的股票 有可能就是明年会比较好的股票 当然前一阵子是传产股比较好 所以传产股你可以看到说 包括台化又创了这个历史新高 它带动了整个盘势往上冲 很多这个传产股 包括硕化 包括说一些这个金融股 其实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行情会有稍微的改变 那这个 当然这些股票的话 就是还是会持续的 这个往上震荡走高 但是族群里面 我觉得第一个 中低价的电子股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中低价电子股的话 最好搭配上说 有这个所谓的接单题材 或是明年的这个 业绩会有想象空间的 这里面有一个族群 我觉得值得大家留意 就是PCB 因为PCB是今年 如果我们刚才 我礼拜六日去研究 所有的电子股里面 其实PCB是今年 如果你要做一个族群 往上攻的话 它的基期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有没有题材 第一个 明年的这个 包括中国大陆 持续在紧缩产能 那所以产能是缺的 再也就是说 这几年他们产能 也没有什么太大扩充 那加上说 其实部分的PCB产品 有出现一个缺货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 这个领域 大家可以值得留意 就有机会复制 被动元件的 这个产业的方式吗 应该是不太容易 因为被动元件是比较 这个单价低 然后它这个有 大幅调涨的这个空间 而且它的确是因为 这个这几年的缺货的关系 但是因为PCB其实 它是比较客制化 它都一直不断的在扩厂 它不太容易全面涨 但是它有可能是小部分 所以它没有办法 全面就必须要挑选 最适合的项目 以目前来看的话 包括说像一个IC载版 ICG版这一类的 那尤其是主攻ABFG版 现在看起来的话是缺货的 这种的话包括星星 3037的星星 包括南电 包括说像这个景硕 这一个族群 有机会值得大家观察 那中低价的话 包括说像金像电 这种我觉得现在都值得 还有华通 这几档我觉得值得 大家好好研究观察一下 另外一个比较 我觉得接下来 也有可能会发酵 就是因为现在 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一打下去 其实现在很多的厂商 我们接到的消息是 厂商现在回来 大举的劣地 大举的这个看地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些 资产题材的股票 我觉得搞不好 会在未来一段时间 值得大家观察 这里面 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2317大同的这个股 2317大同 还有中工这几档 这个资产股的这个表现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包括说像市电 新鲜 这种传统的这个资产股 广风等等 我觉得有可能会变成是未来 如果假设真的 这个我们台商回流之后 这些土地资产很多的 我觉得又有机会 在未来一段时间 是不是有可能会发酵出来 那另外还有一个族群 就是台积电 因为就目前看来的话 明年的7奈米 5奈米等等的这个产品 台积电看来还是一支独秀 所以跟台积电相关的股票 我觉得还是值得留意的 一个大族群 那除了我刚才讲的三大族群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金融股 因为金融股在这个 升息的这个状况之下 的确它最近表现得不错 那未来还没有机会再往上攻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行情里面来说的话 这四个族群是非常重要的四个族群 如果这四个族群能够一起往上攻 那当然整个盘势就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前提是 今年涨很多的像被动元件的股票 细金元的股票 不要再破敌 因为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上礼拜下半段的时候 这个国具股票又要往下跌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几个条件如果都能够配合的话 第四季的行情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稍微的比较乐观一些 不过至少这四大类股 PCB工业用地的一些相关资产股 然后台积电相关类股 还有金融类股 是可以这个特别留意的 是 没错 我们要非常谢谢财经专家 黄世聪 黄总监